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华星保险为大家制作的银发保险通红蓝卡宝典 我是Vinny 那相信很多长者朋友在美国年满65岁的时候呢 都会收到一些铺天盖地的红蓝卡广告 那很多长者朋友就问了 到底我满65岁了 我应该要做些什么 然后红蓝卡又到底是什么 以及红蓝卡大家常提到的ABCD 又包含一些哪些内容呢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会为大家来逐一解惑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订阅按小铃铛哦 那红蓝卡呢其实是美国联邦颁发的健康保险 那它的英文呢叫Medicare 专门针对65岁以上的民众来使用的 那为什么大家叫红蓝卡呢 因为它的卡上是红色跟蓝色相见的 所以大家就俗称红蓝卡了 那么首先来讲 如果您想要申请红蓝卡的话 需要满足两个必要的条件 那首先第一呢 就是您需要是合法的公民或者是居民才可以申请 第二个呢 您需要在美国连续居住满5年以上 才符合申请红蓝卡的资格 那讲到这里呢 相信很多客人又会疑惑了 我们常常听那些朋友讲 A啊 B啊 C啊 D啊 那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那我们下面来一一为大家拆分 那首先来讲呢 红蓝卡的part A 其实它有所承保的是我们的住院保险 那所承保的内容呢 其实是我们的住院治疗 专业护理和临终关怀服务 那简单来讲 就是我们今天出了事故去医院住院 或者是说 你医院转院出来进了疗养院去护理 那么这些都是由part A住院保险来承保的 那相信很多朋友又会疑惑 A部分的这个保费又是怎么关联的呢 那首先来讲呢 红蓝卡part A部分的保费呢 其实是跟工作点数来相关的 那很多张者朋友在外面听人家讲说 我没有工作40个点就不可以申请红蓝卡 那其实这个观念呢 是不太对的 在美国呢 只要您年满65岁 并且有合法的身份 然后在美国连续居住满5年 您就有资格去申请红蓝卡 那这个part A工作40个点数呢 只是跟这个A部分的保费来挂钩 如果说您今年在美国有报税10年以上40个工作点数 那么这个部分part A的保费呢 就是由政府提供给我们的 您无需再支付任何的保费 那如果说您的报税点数不满40个工作积分 例如说现在只有30个点 或者刚满20个点 那么就要根据您点数的不同 来相应支付等额的保费 像今年政府有规定 差不多是在274到499不等 那这个要看您点数具体多少 来确定相应的保费 那讲完part A部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part B是什么 那part B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门诊保险 它主要承保内容呢 是医生诊所的就诊 各类诊断化验 还有外科门诊手术 耐用器具 那用通俗一点的话来讲呢 part B其实包含的就是咱们日常去医生诊所 就诊 比方说家庭医生问诊啊 专科医生 那那个外科门诊手术 就例如说您去做摆内障 长颈未尽发现有膝肉需要割 那这些都属于外科门诊手术 那耐用器具呢 例如说像轮衣拐杖 还有呼吸机 那通通这些部分都是由我们的part B 门诊部分的保险来cover的 那跟part A不一样 part B部分的保费呢 是每个人都需要支付的 保费是根据您两年前的报税收入来决定 那如果说您2022年呢 政府规定一个基本的保费是在170块1毛钱 那如果说您两年前的报税收入高于政府规定的基本线 那么政府就会调整您part B的这个保费账单 您就需要交更高一点的这个保费 那讲完B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part C又是什么 那part C呢 其实通俗点来讲 我们就叫它那个补足计划 我们常常呢 是叫 大家在外面有听到很多种叫法 有叫Medicare Advantage计划 有些又叫HMO 那有些又是part C 那其实呢 它们都是代表同样的东西 Medicare Part C等于Medicare Advantage HMO计划 那它是由私人保险公司来提供的 那其实呢 红兰卡part C 补足计划 它是结合了您part A和part B的保障 而且通常来讲呢 它还包括了part D的处方药保险 那part C的保费呢 主要是根据您所选计划和地区来决定的 大部分Medicare Advantage plan的保费呢 几乎都是为零的 那值得注意的是 您必须有了红兰卡的part A和part B 才可以加入Medicare Part C Advantage计划 那为什么说我们需要跟私人的保险公司来购买一个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计划呢 那原因是因为红兰卡的A和B 也就是联邦政府提供的 其实呢 只包含医疗费用的80% 那如果这个时候您加入一个part C Medicare Advantage计划 您不仅可以拥有红兰卡的A和B 同时还会有处方药保险 以及还会有一些额外的福利 例如说上牙齿健保啊 配眼睛啊 健身房等等 那么讲完C呢 我们到我们最后红兰卡一个部分 就是part D 处方药保险 那D很好理解 就是像我们英文单词的drug 那处方药保险呢 这部分也是由政府外包给私人保险公司来做的 那它主要承保呢 是涵盖您拿药的部分 那这个保费呢 会根据您固定吃的慢性病的药来决定 好啦 那我们今天关于红兰卡 Medicare的知识 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